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会准时出现在画室开始一天的创作 我现在是画一个梦系列 我从六岁开始画画 画到现在已经六十岁了 我的人生很多梦都是通过画来实现的 绘画不仅改变我的命运 还是我找到了自己人生价值的处在 我就想把我的这些梦和生活提炼出来 通过画笔把梦重新展示出来 张亚席曾经是一名军旅画家 为了追求艺术上更多的表达 他从部队转业成为了一名自由画家 生活中他抓取美好的人、事、物 通过画笔传达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 他的作品结构粗狂 笔发细腻、情感丰富 从写实主义到浪漫主义 再到印象派 他在艺术的道路上不断探索 如何将情感与技巧更完美地融合 找出一种属于自己独有的艺术表达 绘画就是一个画家的语言 我希望我的画能全地去温暖、积极、向上、美 如果观者能够看到这些 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从已五十余年 从开车之前到回延安、红大罐 从摩擦到万叶缠枝 再到梦系列 张亚席的作品一直在不断地变化 而这种变化背后 有着画家怎样不为人知的心路历程呢 作为一位从小城走出来的画家 他又有着怎样激励人心的成长故事呢 1961年 张亚席出生在湖北黄岗黄梅县的一个普通家庭 自小他就展现出较高的艺术天分 我们家没有画画的 但我从小特别喜欢画画 大概在五到六岁的时候 我就到去乱写乱画 用粉笔在墙上画 用石子在地上画 我上学的时候画黑板报 老师同学们都说我画得好 小孩子那时候就得到夸奖 就更有动力了 因为画什么像什么 张亚席在学校和家族里颇有些名气 八岁这一年 他做了一件让人震惊的事情 我们那个年代呀 乡下基本上就没有照片 人去世的时候就没有遗像 我当时我一去世的时候 家里就让我给他画遗像 画完了以后大家都知道挺像的 一个八岁的孩子 给去世的人画遗像 这事听起了不可思议 我现在想起当时的事情呢 觉得很吓人的 当时因为小 真不害怕 很多人根本不认识 让我给他画遗像 画以后他们都很满意的 幼年的张亚席还不曾意识到 他的这一举动 给那些因失去亲人 而陷入悲痛中的人们 送去了抚慰伤痛的情感慰藉 在他看来 这些温暖的举动 源于自己母亲的教育 我母亲对我影响很大 我小的时候很顽皮 如果犯错误 他总是先准备自己 说没有教育好我 他经常跟我讲 周人要善良 要对别人好 母亲的言行教育 在张亚席的心中 撒下了一颗温暖的种子 随着年龄逐渐长大 他成了县里 有求必应的小画家 张亚席在当地的名气越来越大 于是他立下了长大 要当一名优秀画家的志向 1978年 还不满18岁的张亚席 迎来了一次改变命运的机遇 省里的部队到了我们的小县城了解情况 我就介绍我当时在县城里面画了很多 笔画 宣传画 他们说那小子小子画得很不错 很好 想不想当兵 我说我在部队能不能画画 他说我们特招你肯定让你画画 我说那我一定给你们去 就这样因为绘画特长 张亚席被湖北省黄岗军分区招收 幸运地成为了一名文艺兵 在部队里他有了更好的学习条件 这让他倍感珍惜 到部队一画就画一个通宵 完了后首长就说 小张你不要这么刻苦 早点休息 我心里想有颜料 有画笔 有大把的时间画画 这简直是太幸福了 这怎么叫吃苦呢 虽然夜以继日地练习 但张亚席很快就意识到 自己的绘画还比较业余 为了提升画迹 他非常渴望拜访一位名师 我十八岁的时候 最喜欢陈一飞老师 因为当年我记得在军博 看过他一幅画 这幅画的名字叫做 公占总统府 我觉得画得非常好 陈一飞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油画家 早期代表作黄河颂 公占总统府等 以暗色调 光线强烈对比为主要 在当时的话谈非常大胆创新 张亚席希望能去上海 拜访陈一飞 却苦于没有机会 1979年 部队派十八岁的张亚席 到上海工干 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坐人船 从黄冈到武汉 到上海 经历了三天两夜 到上海 我把公事办完 然后利用业余时间 我就拜访了陈一飞老师 完了以后 我见他的样子 他觉得我比较小 军帽也大了一点点 黄黄的 完了他就叫我小姐上去 他说 你找我干嘛 我说老师 我喜欢你 他说 你喜欢我那幅画 我说 攻占总统府 他说好行啦 于是 陈一飞带着张亚席 回到了他的住所 这一住便是半个月 在明石跟前 张亚席如饥似渴地 学习绘画技法 当年陈一飞老师条件 比较艰苦 在我印象中 他好像在房间 不到数平面 完了后中间 用一个画板把它割开 靠近阳光那边画画 这边加长小厂 我心里特别开心 每天跟他在一起 给他洗笔 学习 在明师的教导下 张亚席受益匪浅 回到部队 他更加发奋图强 张亚席有个习惯 喜欢写日记 在日记本里 当时22岁的张亚席 这样写道 我是为艺术而存在 不是为存在而生存 这段画展现了 张亚席追求艺术成就的 远大抱负 次年 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 举办 他有了一个验证 自己绘画能力的机会 接下来我考虑 一定要穿展 一定要去准备 自己的作品 自己能不能显上 我自己一点都不知道 因为我想到 全国的水平很高 但是我必须画 随后张亚席保含申请 以自己参军之前 家人送别的场景为主题 创作了水粉系列 联欢化 开车之前 自副开车之前作品 誉为了第六届 全国美展顾奖提名 并被部队 寄三龙工一次 就是很遗憾 自副作品原作丢失了 现在只能从第六届 美展去版的一个册子里面 有部分的展现 当时也没把它当回事 觉得以后会画出 更好的作品 此时的张亚席 对未来怀有无限的畅想 为了加强绘画能力 1990年 张亚席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 游画系 直到这时 他才开始接受系统的美术教育 学习写实技巧 接受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训练 到了军艺以后 我就更系统的 更正规的学习授描 色彩 畅度 过去知道这样画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画 我现在彻底知道了 作为美术生 深入生活 体验生活 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在校期间 张亚席选择了延安 作为体验生活的目的地 当时下去前年生活 是学院的要求 回来要唱作一幅作品 我觉得延安是革命圣地 很多将军 也是从那里出来的 我就考虑 所以我这幅画需要 创作一位将军 当然不是具体的哪个人 他是将军的一个书影 在提电工程中 我就在思考 要创作一样什么样的主题 怎么样表现这个主题 虽然人物设想出来了 但到底要创作一幅 怎样的画作 张亚席还是没想清楚 为此他三复延安 与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 听到很多军民之间的感人故事 他想把打动他的这些感情 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 花了一个月时间 也是自己觉得 把全身的力量撕下来了 把吃奶的力量撕下来了 结果不满意 不满意没办法 我想反映的那种 人物的表情 将军和老百姓之间的 沟通的表情 没反映起来 那个玉米棒跟辣椒 跟鸡画得不生动 第一稿出来后 张亚席并不满意 一幅作品 想要以情动人 人物之间的关系 表情和情绪的刻画 以及人物动态的设计 都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他反复修改 几亿起稿 我在画的时候 想了很多办法 脑子里是像一个场面 就像一幅画剧一样 有人物 有时间 有对话 这幅画里最重要的画面 是将军和老大爷 老大爷的面部 画得苍苍一点 他正在和蒋徐 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 将军听了很高兴 通过两人面部表情 互动 全地处均免于水情 也构成了我们党 带领人民 过上幸福的日子 就是把 熬好每个人心里的状态 大的方向 我觉得就是这样 1993年 在不断地探索和自我革新中 张亚席完成了回延安的创作 这幅作品生动在线了解放军将军 与当地百姓相濡以沫的深厚感情 也用画笔将人民英雄 镌刻在丹青里 留存于时代中 这幅作品既有温度和深度 又散发着艺术之光和人性之光 成为张亚席那一时期的代表作 这幅画应该是一米八乘一米六 比较大 这幅作品作为我在军艺的毕业创作 也算是给我大学画了一个句号 这一年 张亚席以优异的成绩 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 回到湖北省军区 继续从事绘画创作 1999年 在部队已经度过21年岁月的张亚席 做了一个让身边人惊讶不已的决定 离开部队 做一名自由画家 当时离开部队肯定是心里是 很纠结的舍不得 但是我想啊 我想在画风上面 在困划内容上面 题词上面有更多的突破 所以在这种思想 在这种情况下面 我决定离开部队的 离开部队使张亚席依依不舍 同时又伴随着茫然与希望 这一时期 他对绘画创作又有了更深的思考 从米勒等许多油画大师的不朽作品中 我获得了新的审美 其事 艺术要反对 是重复 哪有 唱作熟练的技巧 哪有熟练的唱作 唱作需要新去引领作 你去走向一个 开闭新的天地 让熟悉的食物 透露去陌生的气息 唱作就是在探险 张亚席在日记里 记录了这一时期 她的心路历程 我病倒了 头昏 肚子痛 然而 创作灵感总是不来 使人真正倒下了 荆棘丛生的探险之旅 身体和精神备受折磨 在这种折磨中 张亚席等来了一次 挑战自我的机会 2000年 在王府井国际医院 举办的一场画展 向张亚席伸出了橄榄枝 有没有在北京王府井 国际医院 除了梅兹馆就是她 那地方是真正的 艺术的天堂 完了就是为了那个展览 我就把其他事情都放下来 这期间 她一直名思苦想 到底要创作一幅 什么样的作品 来参展呢 完了之后 我的经纪人就 一直打电话 这画怎么样啊 我们马上要展览了 很重要的 她说你这画还没想到不行 你心里来不及了 完了我去的时候 我就坐公交车 有时候你想来回摇摆 人业之间身体的摩擦 其实是用心灵的摩擦 我就把这训练拍下来了 拍了以后 我就有想法 我就画这张画 确定了画面的主体内容 但是如何呈现 又成了张亚席 面临的新的难题 作为一名 一直进行军旅题材创作的画家 张亚席希望 这次的作品 能突破以往的风格 其实我这幅画 画得比较艰难的 我想颠覆以往的那种 表现手法和形式 希望在这幅画作品里面 含有一种思想情绪 不是表达具体某一个人 某一件事 所以我在写实技术上面 尝试加于印象牌的表现手法 历时半个月 张亚席的油画 摩擦 问世 这幅画作 以人们在公交车上的 日常生活为缩影 更注重点 见面的构成感 色彩 也是非客观表达 反映了时代背景下的 现实生活中 人们一种积极向上的 精神状态 这幅作品在画展展出后 引起了强烈反响 我发现 看我的画的观众 还是比较多的 而且还有人 看的时间比较长 还有就是回过头来 再看这张画 我心里在想 看来我是正确的 摩擦的成功 使刚离开部队 心里上有强烈落差的 张亚席相信 自己的选择是对的 他把更多的精力 投入到了 无限的艺术探索中 近年来 从万叶缠枝 星云山脉 杂草林等 再到最近的梦系列 这些作品中 画面的自由 轻松 生动和细腻的情感 传达出了东方艺运 以及东方精神 张亚席在不断挑战自我 攀爬艺术高峰的过程中 也践行着 他为艺术而存在的誓言 艺术是无止尽的 我只想更迅速 更强劲 更迅畅 更性感 更有力 更真切 更澎湃 更崇荣 更灵动 更自我 我得到你 在你